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下午呢 我决定会把我们家的这颗木瓜进行矮化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已经把了一颗公木瓜进行矮化成功 我们看这颗 就是已经矮化成功 然后今天呢 我决定会把这颗也一起进行了矮化的工作 前几天我前段时间 有做了一个木瓜的花进行一些夹接 可是那个夹接的部分没有成功了 今天呢 我决定会把这颗的木瓜进行矮化 稍等一下 这边呢 就是会 我就是会往这边的哈 这样子 首先是我会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我会弄下来 这样子 这边我们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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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上面已经开始有了花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把它矮化下来 我现在就是会画仙了 然后画仙大概是这样子 我现在就会画仙大概是这样子 哦,OK 好 我再放入冰箱 我可以放入冰箱 现在测试放入冰箱 我可以放入冰箱 它是冰箱 最后就有冰箱 我可以放入冰箱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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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7 8 9 其实我们现在最好的做法还是要固定 因为它这样吹下来可能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断掉 因为上面是很重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法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断掉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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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的话还是蛮好的 这样子 再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朝太阳的方向往上面梳起来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看这边也是一样 它也是会朝太阳的方向这样梳起来 这样子 今天我的视频先分享到时 希望的朋友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和订阅 也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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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